从8月来到加拿大以后 逐渐体验了一些这里的节日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10月末的万圣节 那天中午我们college的餐厅里 很多同学都穿着形态各异的道具服 学生会再给我们发糖 这两位是我忘记了名字的墨西哥朋友 那天晚上之前室友一家买的大南瓜 也终于挖开了 我把我的蜡烛放进去点了一晚上 从傍晚的时候 附近的孩子就开始走家窜户的要糖了 这感觉和我们过年出去拜年很像 来了几波孩子后 我感觉家里的糖不太够 赶紧去买了好几包回来 回来以后再有孩子来 我都会让他们随便拿 直到遇到了这位鸡肉小超人 之后我必须控制每个人最多拿两块 后来跟着室友一家带着他们的孩子 也出去最热闹的一条街上去讨他 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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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这里的房子装饭的都很有特色 其中有一家老奶奶就坐在门口等孩子来 我们开始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家人 不得不说在这里做一个孩子是太幸福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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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